全能的父 我父上帝 我父赐福于我们 在这凌晨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领受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在这凌晨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遇见上帝 一整天与上帝同行 我父上帝喜悦的 绝不撇下 我父上帝 您告诉我们 我们服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是蒙上帝喜悦的 因上帝的允许 使我们领受祝福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允许 靠着上帝的话语 使一切的灾难咒诅 改变成祝福 使我们做上帝的见证人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在生活中 将一切的荣耀献给上帝 将上帝的荣耀传给子子孙孙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 使我们为国家和民族祷告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相信上帝赐福于我们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阿们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绵羊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很多信徒面临的遭遇 觉得很吃苦 我觉得吃苦的时候 正是在阻碍我得福啊 那是什么在阻碍我得福呢 那正是我内心的恶魔恶鬼 在妨碍我得福啊 我们一起找一下 格林多后书四章三到四节 格林多后书四章三到四节 那有些信徒就说了 牧师为什么责备我们呢 那为的是让大家得福啊 哎呀 我们听讲道的时候 打瞌睡牧师就责备我们 那么听讲道的时间 我们要领受上帝的话语啊 就吃饭的时间要好好吃饭啊 这凌晨我们来到主面前 为的是得上帝的帮助 全能者上帝 创世纪实际上一些 全能者上帝的帮助 是全能的 是非常精彩的 那到底是谁 是谁阻碍我得福 当我抱怨的时候 就是责爱我得福啊 格林多前书十章十节 当我抱怨 发怨言的时候 是自己害了自己 所以并不是别人害我 是我自己害了自己 当我抱怨 发怨言的时候 我自己就毁了自己啊 格林多后书四章三到四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幸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我叫基督荣耀 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阿们 不足的朋友 让我平牧师跟大家做见证 那么比如说我的祖先信奉上帝的话 而且信得非常的虔诚 那大家也知道 我的老丈人 因权是 他传福音到什么程度呢 在路上 面对一个和尚 他也会讲 信耶稣得救恩呀 信耶稣要得救恩啊 那时候和尚听了这话 就很 很是不开心 甚至还 骂他 那我的这位老丈人 信得如此的虔诚 结果他的儿孙 是多么的蒙福啊 那我的母亲呢 大冬天 没有人去教会 特别的冷啊 但是 我母亲在寒冷的冬天 去教会 那么 我的父亲呢 也会打我母亲 嫌他太过了 结果 我领受了这么大的祝福啊 我们爱上帝的时候 是我们领受祝福啊 那灭亡的人 到底什么是灭亡的呢 当我抱怨 抱怨的时候 我自己就是害了自己啊 我们找一下 哥林多前书 十章十节 那是谁败坏了我呀 不是别人啊 正是我内心的罪恶 那也是我祖宗 所放下的罪 我身上也带着这些罪过 其实找来找去 并不是别人的责任 是我自己的责任啊 我的祖宗 犯下的罪过 也残留在我身上了 那么在这时间 只要我一心一爱上帝 只要爱了上帝 上帝赐福于我 财富也是上帝赐给我的 如果我的父母 为了给我留一笔财富 不去教会 然后呢 自己多养几头猪啊 给我们留下一笔财富的话 那这些财富其实都是虚无的 只要爱了上帝 一心一爱上帝的时候 这钱财是自然就给到我们了 真言八章二十一节 只要我们真心爱上帝 一心一只爱上帝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财富 而且使这个财富充满我的富库 那有些人说 哎呀我不需要钱财 我的灵魂得救恩的时候 我领受了天国的时候 这钱财 是丰丰富富的 真言八章十七到二十一节 因为上帝是全能者呀 无论在什么处境 无论在什么样的细节上 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哥人多前书十章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向他们有发怨言的 就被灭命的所灭 阿们 抱怨的人是谁呢 抱怨的人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当我抱怨发怨言的时候 说明我就是属于败坏的呀 请查自己吧 在这凌晨上帝是帮助我的 我们要投靠上帝的帮助啊 启示录三章十五节 我们不冷不热的时候 都是要被吐出来的 我们要发热心爱上帝 我们要发热心悔改 我们要靠着上帝的话语 遵行上帝的话语 那在这凌晨 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帮助啊 那么大家也知道 我的老丈人 每天每天在教会 他在世的时候 每天在教会里祷告 每天在教会里睡觉 发热心 虔诚地信奉主耶稣基督 那么结果 得福的人 却是我们呀 这就是恩典呀 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 上帝赐福于我们 上帝最爱我们 就是全能者上帝 要把好的一些权给我们 在这凌晨上帝帮助我们 十篇四十六篇五节呀 而且这凌晨上帝是帮助我的 而我得不到这么好的祝福 正是因为我内心的罪恶呀 并不是别人阻碍我得福 正是我的罪 和我祖宗所犯教的罪呀 我们对自己很是宽容 对自己的错 我们很是理解 很是宽容 我们指责别人的错 我们批评别人的时候 非常的热情 很是热心 但是对自己的错 对自己的罪过呢 我们确实很是宽容啊 当我抱怨发怨言的时候 我就是属于败坏的 我们为什么一整天抱怨发怨言呢 我们自以为聪明的时候 大家知道傻乎乎的人 没什么抱怨的 也不发怨言 但是自以为很聪明 自以为很明白的呢 就会抱怨 或者是找茶 争论 纷争啊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传入到我们国家 我们国家一定是蒙福的 我们国家一定是兴盛的 听了福音 使我们的想法有改正 大家知道我的想法正直 想法正正的时候呢 就能取决于我能不能成功啊 我们要保守内心 真言四章二十三节 生死也取决于我的内心啊 但是我的内心有抱怨的时候 我内心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光 我内心有魔鬼的时候呢 我内心就抱怨 我的耳朵聆听的是恶魔恶鬼的话 抱怨的话 那么 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洗净这一切的黑暗啊 我们靠肉体而活 属于肉体的时候 是必定要死啊 靠肉体而活的时候 必定是要死啊 罗马书八章 五到十三节 我们找一下格林多前书三章三节 格林多前书三章三节 圣经的话语什么都包含了 圣经的话语就是真理 以赛亚书三十四章十六节 圣经的话语什么都包含了 而且圣经的话语就是真理 我们所有的困惑 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要来到主面前 圣经的话语全有答案的 格林多前书三章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 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 纷争 这岂不是属乎肉体 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阿们 属乎肉体的时候 就照着世人的样子行 这并不是跟随基督啊 我们要 我们要跟随基督啊 如果不跟随基督的话 就成了假的讲道了 哥罗西书二章八节 我来读一下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 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 纷争 这岂不是属乎肉体 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我们抱怨发怨言 起纷争 那都是属乎肉体的呀 那一个教会 纷争争吵 一个教会 分党结派 那也是属乎肉体的呀 属乎肉体的时候 并没有跟随真理 反而是跟随了魔鬼啊 罗马书二章八节 我们属于上帝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光身子来到教会 就能得到帮助 我们因主耶稣基督蒙 召唤 因主耶稣基督蒙 简选 我们要属于上帝 我们蒙简选了 祷告能得垂听了 文马书十一章七节 那么在座的各位 大家的疾病得不到医治 大家没有领受好的祝福 那都是因为 首先醒察 我有没有蒙简选呀 我有没有蒙召唤 上帝简选我的 而我为什么没有蒙简选呢 我们每个人各自 醒察一下自己呀 很多人光身子来到教会 然后呢 一心想着求祝福 一心想着获得能力 马太夫人十章 耶稣 耶稣赐给他的门徒能力了 那么 我们每个人都 醒察一下自己 首先我是不是属于基督的呀 我首先有没有蒙简选 有没有蒙召唤呢 我是不是属于上帝呢 在这凌晨 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帮助啊 我们要属于基督蒙召唤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都是有变化的 在基督里是相互的相爱呀 马可福音九章 大家昨天读了吗 如果眼睛 犯罪的话 宁可挽下眼睛 使其他的肢体 去天国啊 如果我的腿 让我犯罪的话 宁可不要这条腿了 我也要去天国呀 马可福音九章 大家读一下吧 有时候朴牧师讲到 谁讲到某章某节 大家就只读那一个经文 不愿意读圣经 那怎么行呢 这圣经的话语 是我的粮食 我们要读圣经的 多读圣经啊 这上帝的话语 是我的粮食啊 这上帝的话语 就是能力啊 而大家为什么 只读一句经文 不再往下读了呢 这祝福就摆在我眼前 而我内心 为什么排斥着 好的祝福呢 雅各书一章十五期 贪婪 贪心 贪心 贪心滋生 罪恶呀 罪恶导致死亡啊 那么 我们参加成更礼拜了之后呢 回家的路上 就会遇到一些事情 大家知道我们对自己 很是宽容 我身上再不好的 我都觉得好 但是 如果觉得这是别人的 我们就不喜欢 这是别人的 我也不想理会 别人的 我看都不想看一眼 而且也不宽容 那么在基督里 一切都要看成是我的呀 我把一切都看成是属于自己的 这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 就比如说 刮风 那刮风的时候呢 树枝越多 这个被风刮的就 摇摆的也越多 就比如说 我遇到很多的困难 我遇到很多的事情 那我把这眼前的困难 我把一切的事情 都看成是 都看成是我的处境的话 这自然就得福了 而我们 为什么觉得眼前的困难 眼前的环境非常的吃力 或者是很繁琐呢 因为我们觉得眼前的困境 眼前的困难 不是跟自己有关系的 只是觉得这是别人的事 是别的处境 觉得很烦 所以我内心 是不是偷盗的心理呢 格林多前说三章 21 22 23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所以无论谁 都不可拿人夸口 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 或保罗 或亚波罗 或基法 或世界 或生 或死 或现今的事 或将来的事 全是你们的 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 基督又是属神的 阿们 那么在这的各位 弟兄姊妹 不许都不让我属牧师 我指责大家 我责备大家 我并不是以为自己更强 我比大家更坏 我比大家更差 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悔改我是罪人 我们要悔改 我是不好的 我们多悔改的时候 就多得福啊 多蒙福啊 我们要属于基督啊 属于基督的时候 才能得到全能者 上帝的帮助 那属于基督的人 是要把一切 看成是自己的 这时候 一切都是美好的 犯罪 收贿赂 搞腐败 抢劫 抢东西 是为什么呢 只把自己的家人 当成是自己的 把其余的 当成是别人的 所以去抢 所以要伸手去索要 那并不是把别人 当成是属于 自己的处境啊 把一切都当成 是自己的 处境的时候 这才是属于 基督的人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我们属于 主耶稣基督的人 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 是把一切的事情 把一切的处境 看成是自己的处境啊 很多人参加竞选 参加竞选 做了总统 结果呢 被判成卖国贼 被判成 被判成种种的罪行 最终进监狱 而这一切 其实是 上帝给我们的声音 是因为我们 没有为总统祷告 是因为我们 没有为这个国家祷告啊 题目在前书 二章一到二节 那么 真实的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 是要为国家祷告 为总统祷告 为领导人祷告 而我们为什么 没有遵循上帝的话语呢 就比如说 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如果把教会看成是自己的家 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我们把餐厅看成是自己的家 这时候我们的一举一动 肯定是有所变化的 那么昨天我来教会的时候 看见我们教会的某个青少年 在监控室里工作 那么我就告诉他 这位年轻人 您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呢 如果光消磨时间的话 反而对您不好 真言十二章十五 真言十二章二十五节 我在这里工作的时候 把一切看成是自己的 比如说哎呀 这地方脏了 我要去扫一扫 哎那个地方好像有问题 有故障了 我应该记录一下 跟别人交接 跟别人说一下 或者是我自己能亲自做的话 就亲自修理 这才是真实的爱 这时候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都能成功了 不足的普通我瓢目 是讲的是真言十二章二十五节的内容 那么 那么 我们教会每个人的 我们教会每个人也需要这 这 这讲道 有时候 我们在家里 哎呀我讨厌我的丈夫 我讨厌我的妻子 我讨厌我的父母 过不下去了 闹离婚吧 那都是因为把对方看成是别人 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呢 是把对方看成是自己 是我的处境 这才是属于基督 这才是属于上帝的 这时候是蒙福的 一些都是美好的 而我们进进出出的时候 总是把别人看成是别人 跟自己没关系 哎这教会也跟我没关系 我就管好自己就行了 这不是主 这跟主耶稣基督是没有任何关系呀 比如说我看见谁不好 别心里想着责骂 或者是指责他的错 想着那个人的处境 就是我的处境啊 很多人说 哎呀我做四阶段悔改了 哎呀我属于主耶稣基督啊 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 是真心的相爱呀 夫妻关系不和睦的时候 分明是因为没有属于主耶稣基督啊 做了四阶段悔改的话 一切都是合一是和睦的 你负责是一张十节呀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内心成为一条心了 什么都能战胜了 在这世上做不到一条心呀 那么在这世上我们学习的时候 为了好好学习刻苦学习 我们给自己都定下一种口号 精神一到 何事不成呢 反正在我朴牧师小时候上学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写了这样的口号 像我这样的人也写下了这样 而且是用汉字写下来的 但是做不到啊 在这世上怎么可能成为一条心呢 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成为一条心呀 精神一到 何事不成 这句话是没错 但是只有靠福音才能做到啊 正是靠主耶稣基督才能成为一条心呀 在主耶稣基督里成为一条心的时候 疾病得到医治 能领受一切的财富和祝福啊 那么大家也知道 出埃及事件是足足用了四十年之久啊 为什么需要这四十年的训练呢 摩西是与上帝同行的人啊 因为上帝实行慈爱 上帝是希望所有人得救恩啊 我们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才能蒙上帝的祝福啊 我们把一切当成是自己的处境 不再夸口人 而我们呢总是夸口人啊 我们这盘子就是盘子而已 不需要夸口的 我们人就像盘子一样 就比如说这种各种各样的盘子 这盘子里装什么了 就是什么盘子了 那并不是靠外表能决定这个盘子的贵重啊 上帝使用什么样的呢 上帝使用的是洁净的 不分金子银子 只使用洁净的 天文在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那么什么是洁净啊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罪过 这时候才是洁净的 夫妻关系不和睦的时候 朴牧师很是责备啊 我不把对方当成是我的处境 说明我不属于基督啊 我遇到困难了 比如说我的儿女不听话 那我的妻子 我的丈夫 让我不开心 那这时候呢 通过眼前的矛盾 来听上帝的声音 我觉得眼前的事情是矛盾的时候 我并没有把对方看成是属于自己的处境啊 所以我要悔改 承认我的罪 悔改 哎呀主啊 我好自私啊 我总是觉得他是他 我是我 跟我没关系 而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 是要把对方看成是我的处境 要相互真心的相爱啊 我们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才能得到上帝的帮助 那很多人说了 哎呀牧师啊 那别的都是我的处境的啊 那有钱人在家里的那钱财是我的吗 那人家有钱人在家里的钱财也是属于我的 只不过我现在不能够管理 所以上帝把那个钱财放在人家那里 如果我有了那么大的钱财 我就开始爱世俗啊 甚至走向堕落呀 犯罪呀 灵魂就死去了 上帝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所以首先承认我的罪过 首先承认我是个恶人 向上帝认罪悔改啊 那有些信徒就说了 哎呦牧师啊 我们家特别的贫穷 特别的简陋啊 那把整个这个城市当成是我的家 这就是一个我睡觉的屋子而已 而出了 但是出了门 所有的大街大路 那都是我的房子 那很多信徒就不理解了 是的 我们的内心就要这样的宽广 把一切看成是属于自己的 这才是属于基督的 这才是美好的 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就破口大骂 哎呀那些有钱人真坏 哎呀自己有那么多钱 自己光享福 别这么想 哎呦人家在帮我 管理我的产业呢 哎呦人家真够辛苦的 有这样的心思的话 是感恩感谢 所以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在基督里 一切都是我的 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 我把一切都是看成是自己的时候 一定会真心的祷告 为身边所有的人祷告 而大家有这样想吗 大家有这样生活吗 为国家祷告过吗 为总统祷告过吗 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为的是拯救灵魂 为的是拯救罪人呀 提摩他前书二章四节 而我们呢 有时候呢 看人家是信别的宗教的 我们就不喜欢 不愿意理会 那这时候 我的信 那根本就不是真的信 我把一切看成是属于自己的 这才是真实的信仰啊 本就前书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 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 或保罗或亚伯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 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 全是你们的 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 基督又是属神的 阿们 我们在基督里领受一切的祝福啊 在这凌晨我们要得到帮助 那么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这世界都是属于我的 在基督里 无论是什么 都是我的处境 都是属于上帝的呀 我们去餐厅的时候 看那个餐厅不干净 我们就 哎呀 嫌弃 别再来这个地方了 如果我把这个餐厅当成是自己的 那就跟那大嫂说一下 哎呀大嫂 你们这餐厅太不干净了 那客人都不愿意进来了 这时候那个大嫂也能感悟一些 也能帮到她 而我们呢 觉得这个餐厅脏了 哎呦 别再来了 不值得来 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就比如说 我们自己的大便 我们不嫌臭 也不嫌脏 觉得是别人的大便的话 就觉得哎呦 又脏又臭 那么 耶稣是为了谁死去了 因为我的罪 耶稣并不是因自己的罪 耶稣是没有罪恶的 是因为我的罪 为了罪人的罪恶 耶稣死去了呀 所以 面对一个患者的时候 我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能为这个患者祷告 而且 把这个患者的处境 看成是我的处境 为这位患者祷告 这时候能得到医治的呀 很多患者来到教会 希望求医治 那么 我身患重病的时候 来到教会 来到教会 为 为妻子祷告 为丈夫祷告 就比如说 首尔某个公司的社长呢 身患重病 而且是死病 即将要 就是不治之症了 那么来到了教会 求医治 那么 这个社长呢 因为心里很急迫 他希望呢 他的疾病能得医治 而且他也说 他要把他的整栋楼 献出来交给主 但是呢 他的妻子一听 就反对了 就带着他的丈夫离开了 那你说 丈夫为了自己的不治之症 能得医治 有这样的迫切的心理 而他的妻子为什么反对呢 然后朴牧师就问了一下 这个社长 这位社长 确实也告白了 这个妻子呢 曾经离家出走有两三年了 最近刚回家 就能知道 这对妻子 这对夫妻 并不是真身的相爱 所以宁可贪爱钱财 也不希望他的丈夫的疾病 能得医治啊 再说到各位弟兄 姊妹 我不真心相爱的时候 说明我不是属于基督啊 我并没有把地方的处境 看成是我的处境 说明我不是属于主耶稣基督啊 我们每个人 把一切都看成是自己的处境吧 不知的普通我朋友们 是跟大家 总是责备大家 好像看似是 唠叨一样 那都是因为把大家看成是我的处境 所以跟大家多说 多责备 所以为大家祷告啊 我们把一切 把世上所有的一切 看成是我的处境 看成是我的罪 向上基认罪悔改 遇到困难了吗 遇到事情了吗 哎呀 这也是我的事情 这也是我的困难 这也是我的处境 这样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才能得到上帝的帮助 全能者帮我们 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到啊 一切都是能行的 真切地志愿大家领受这好的祝福啊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父上帝 一直以来我们嫌弃这个嫌弃那个 只觉得我就是属于我的 主啊 这都是动物的水准 求我父上帝 帮助我 使我醒悟过来 使我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 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 能够属于主耶稣基督 真心地悔改 使我得到医治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 使我给身边的人得了益处 我们相信我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我们相信我们的后孙一定会更好 我父上帝 求我父饶恕我的罪 一直以来 我没有为国家祷告 没有为总统祷告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 使我认罪悔改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在基督里不再分党结派 使这个国家成为和睦 统一的国家 使我们蒙上帝的喜悦 使我们在这世上将一些荣耀 献给上帝 给身边的人带来一处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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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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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